你是在地质观测站工作的地震学家 某天早上你检查了监测地震活动的装置 并调整了仪器 然后你检查了构造板块的运动状态 突然间其中一个装置显示出一个奇怪的讯号 仿佛某地出现了一场小地震那样 你记录下了这个脉动 然后继续工作 但讯号接着又再次出现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装置第三次修正了它 你不知道那不是地震 因为那个讯号实在太弱了 但是它每26秒便重复一次 仿佛脉搏那样 人的心跳靠近胸腔中心 而行星的脉搏也一样 来自它的中心即赤岛 你打了电话给其他的专家 告诉他们出现了这个不寻常的现象 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而且你也无法确定这个脉动的来源为何 你抵达了产生那道震动的地方 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而地面仍在你的脚下脉动着 但是完全无法找出原因所在 1960年代 美国地震学家发现了一种名为 微震的脉动现象 50多年过去了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还是不知道该现象的本质为何 看来我们的星球的低颗里似乎藏了一颗心脏 它每26秒边会跳动一次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 这颗心脏可能位于大西洋的南部或赤道几内亚湾 这个地区称为方尼湾 每到冬天这道脉动就会变得更强 但到了夏天它又会开始减弱 当科学家们开始探索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提出了可能是海洋创造了这道脉动的理论 海浪拍击着地球的大路红 而这道拍动导致海底变形 人类的手挤打桌子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 坐在桌子的一边把你的手放在上面 让另一个人从对面用力拍打桌子 你便会感觉到震动 而海浪拍打海岸线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不仅仅是赤道 世界各地都有海浪啊 是的 但是赤道处是太阳对地球带来最多热量的地方 而太阳能引起强烈的风暴和狂风 从而加速洋流和海浪 同时在1980年地质学家发现了地球的震动 在暴风雨期间会变得更强 换句话说呢 这使海浪拍打海岸时所产生的能量也会更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们都同意这个理论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 地球的脉动是因为地震活动 它来自位于邦尼湾一座岛屿上的一座火山 脉动最强的地方就在该火山附近 但深入的观察表明 纪念亚湾的所有地区都有地球震动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无法证明这些理论 我们的星球不仅会从内部发出震动 地球也被一圈薄薄的光运所环绕 这道光运不断地改变着形状 并闪烁着不同的色彩 如果你用特殊的装置观察我们的星球 你会看到地球被包裹在一个不均匀的脉动气泡中 它位于距离地球表面80到640公里处的高度 这个气泡被称为电离层 这是一层将上层大气与太空分隔开来的带电粒子 换句话说 这个边界将你仍然可以呼吸的区域 和完全真空的太空环境给分隔开来 国际太空站是在电离层中运行 我们的大多数卫星也都在脉动气泡的边界内移动 这种自然现象既可以协助也可以干扰通讯和导航系统的运作 它能够协助无线电和GPS讯号传送到我们的手机中 但它也会中断两者间的稳定连线 就完全取决于当下带电粒子的数量和密度 阳光会从我们星球周围的气体中带走一两个电子 这个时候它们便会变成带电粒子 这些粒子组成了电离层 它的形状和大小会不停地改变 这是因为行星绕其轴自转 所以阳光不会均匀地照射在其上的缘故 在白天电离层总是比晚上还大 由于这种模式 它也会不断地产生脉动和移动 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绕轨道运行的微星的寿命缩短 并常常导致它们无法运作 无线电和GPS讯号则能够通过电离层 并被带电粒子反射 并射向更远的目的地及手机导航仪 和其他带有GPS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装置 我们的星球不仅会持续地迈动 而且还会不停地发出嗡嗡声 地球产生的嘈杂声被称为The Home 一种嗡嗡声虽然这种声音无法被录下 但即便如此 地球上仍有2%到4的人听到了它 在世界各地 彼此没有任何连接人都表示 他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嗡嗡声 那道声音总会打断他们的睡眠 使他们无法集中精力 这种噪音无所不在 也许你也听到了 只是没有特别注意到而已 但是一旦你注意到那道嗡嗡声 你便无法再次忽略它 苏格兰某座小村庄的部分居民 将这种嗡嗡声描述为一种浓厚的低频声音 网络上也有个网站 上面有一张由世界各地的人们登记 并描述这种神秘噪音的地图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这道人耳几乎察觉不到的低频震动 有时候人们说它就像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的时候 所发出的噪音 只是更安静一点 有些人将之描述为 放置在后院的卡车引擎运转的声音 当他们回家的时候 便能够在街上听到它嗡嗡作响的声音 当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这道声音则变得更大 如果你也曾听到这道嗡嗡声 你可以在地图上标示出来 有些介入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 该记录描述了一种类似于嗡嗡声的声音 但1970年代 在英国媒体第一次谈论这个现象 从那以后科学家和试图捕捉这道嗡嗡声的人们 便提出了许多理论 其中有一种假说认为 这道噪音来自于高速公路上繁忙快速的交通 或者它可能是太多在天空中飞行的飞机所造成的 这种嗡嗡声和震动可以透过发电厂 工厂 工业设施和巨大的通风口所产生 有些人认为这种嗡嗡声的成音 是地壳板块和地壳在海水下运动所导致的 但目前仍然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 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是在大城市中听到这道嗡嗡声的 当然他们经常抱怨这一点 并要求对此进行调查 可是所有寻找噪音来源的努力 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很有可能只有这4%的人 有某种能够捕捉低频声波的独特听觉能力 还有种理论认为这道嗡嗡声 源自于特殊的无线电讯号 这种无线电讯号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地的潜水艇上 这些无线电讯号可以让人们对之产生反应 就仿佛你听到了某种嗡嗡声那样 当辐射能与人类颅骨的软组织碰撞的时候 便会发生这种情况 它会刺激听觉神经 从而导致听觉幻觉 但最酷的理论则出现在加州的 那里有许多人都表示 自己听到了这道嗡嗡声 生物学家认为这可能是鱼的因素 在西海岸有许多的鲲鱼 它们会发出一种自己听不见的独特声音 但是这种鱼所发出的声波 会与海岸附近的建筑物产生共鸣 而这种共振效果便产生出了嗡嗡声 就连一条鱼都能够导致这种效应 想象一下 当有成千上万个海洋生物同时发出尖叫的时候 又会是怎么个情境呢 可是不仅仅是住在海边的人听到了这些噪音 连住在市中心的人也都听得到了嗡嗡声 由于鱼所产生的声波不可能传递那么远 所以这个理论很快就被驳倒了 我们的星球并不是唯一一个会发出嗡嗡声的星球 2020年科学家在火星上记录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 纳道安静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BB神 在这颗红色星球的表面到处可闻 有时候它会因为火星地震而发生一点变化 但这又是另一个谜团了 而地球上之所以会发生地震 是因为构造板块运动的关系 导致压力在地壳中积累并被释放 从而产生地震 但是火星上并没有板块构造 所以火星上并不应该有火星地震才是啊